孔鏘已經到場 而傳聞與飛哥 早就冒離神河的小哥 在漁場的另一邊 又在幹些什麼樣的勾當呢 三隻都在浮蛋 看到沒有 中間這一隻 今天剛剛浮出來 看到我還看到蛋殼 一個個裂掉 它有一點母性要保護 你看 你看 剛剛出蛋殼 毛材剛剛乾掉了 還有意思啊 三隻都在浮蛋 哎呀 好了 好了 這隻也在浮蛋 小微先看了一下 好幾隻 來來來來 哎呀 有意思 有意思 真的感覺到聲聲不息啊 這麼小的體積的一個動物 它會懂得這個生兒育裡 還會這個自己來孵化 這是天性 還有意思 謝謝那位最近尾聲 讓我們感到非常詫異 就費玉琴起碼 他還可以這個這個啊 從頭錄工作到結束 談笑風 本來一直與您的情緒 就是那個狗 不是蟲蟲 報紙不是燈的嗎 這不是 這是一笑大好 不… 就表示你這個人同心為敏 這是不錯的 對 那個狗 那報紙上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小狗嘛 是俏俏的 是俏 哇 衣服 衣服 就是 衣服 你有沒有 狗有沒有死掉過了 你是什麼 衣服 他的狗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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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叫做狗 衣服叫狗 狗 狗那死翹翹 吃掉 死掉了 好可憐 衣服 衣服 我是安心 我安心 你安心 安心 傷心 傷心 難過了 哭 哭啦 對… 本來很悲哀的事情 到他這邊變得很好笑 這傷腦筋了嘛 這個… 這個怎麼講 好像一個… 失去一個… 對… 一個… 老朋友 總是會有一點… 一下子情緒 大家要安慰他一下 對不對 狗屎不能附身 對 節哀順變 大家都有養過寵物的經驗 對… 這兩次很傷心 這隻狗啊 牠一次養了一隻雞掉了 哎唷 怎麼會養雞 你這個人怎麼毛病那麼多 到處都在想傷害自己的理由 不是… 這個雞… 養那個才傷心的 那時候讀高中啊 那個… 我養的雞啊 從這個絨毛啊 黃燈燈的拿來養 養到牠慢慢在我面前啊 整理羽毛 哎唷 絨毛退掉了 一根根毛管長出來 毛管出來 然後再裂開來 一根根羽毛再張開來 他真的很喜歡養這些奇怪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記得我當兵的那一年 我爸爸講 哎唷 你們要當兵去啦 我們來摘一隻雞吧 摘一隻雞要幫我來健行 是… 對… 那時候我拿來管著 牠在旁邊哭嘛 我心裡想 奇怪 吃你一隻雞什麼了不起 還有事 我現在還長大 我還你兩隻 吃了兩隻 我後來想說 自己養 牠養的雞是觀賞用的 是… 又養那個土雞又很沉 真的 你不曉得 我現在看到你吃的那一兩隻雞 同樣顏色的雞 我就多看牠養雞 到現在還要多看牠養雞 將來有機會再養雞 我還要挑那幾種顏色 在那彌補一下 是… 有一點大法是… 我覺得… 小時候是牠一隻雞 我是很難破 會救… 後來我想發現 他人格成熟 我想… 原來以前君子不多人說 何況把牠生命拿來吃 對… 那個養雞場給你… 你也往大陸跑一跑 你也有機會可以開個養雞場 好… 那麼今天我們節目到這邊 要接近尾程 大家是不是覺得要運動一下 要運動 為什麼要運動啊 健康漂亮 看到沒有 健康 我們講的話 牠馬上可以接過去 太厲害了 運動是為了… 健康 健康 健康什麼 健康漂亮 洗澡為什麼 健康 還有呢 漂亮 我們吃飯是為什麼 健康 還有呢 漂亮 那我們上廁所是準備的 健康漂亮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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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答對了 那我們就來健康漂亮一下 請我們易天華老師來帶領我們一下 好 各位觀眾為了健康漂亮 我們大家一生動了 來 站起來 準備好 五六 來 一起壓手 三 三 四 五六 開肥 開手 來 把手抬高 好 一起點 上 上 下 上 上 下 下 揉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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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易天華老師 謝謝 剛剛在畫面上看到的那一些 是加油站的供讀生 一起加入運動行列 大家動作也是非常的俐落 是是 現在做完運動之後 看完我們節目呢 大家希望能夠過一個 非常愉快的夜晚 節目到這邊接近 謝謝各位熱情的參與 謝謝大家的光臨 謝謝 也要謝謝我們 董誠英老師率領的 帥哥美女 華華舞星 同時謝謝楊水晶老師率領的 台式大樂團 今天請到各位這麼多巨星 我們的節目一定是非常有可看 馬上就切入主題了 聞雞起舞 我可不可以叫聞雞起舞 就是費心最近養了一隻雞 這是老弟的雞 一聽到雞叫就要唱 大廈公寓裡面 你說養幾隻狗也就算了 對啊 他還養一隻公雞 那是養在廁所裡是不是 養在浴室裡面 每一隻都是 把東西都養在浴室裡 費心他那隻狗雞 他常常 他是不是這樣 他還飛到那個洗臉台上面 啊 跟鏡子裡面的他在打架 哈哈哈哈 我是怎麼沒有聲音 他對著鏡子一直打 哦毛都支起來 對著半天 哈哈哈哈 每次一經過那邊 就要跟自己打一下 就這樣子 還蠻好玩的 綜藝節目的龍頭老大 在螢光幕前散播歡樂的飛哥 卻是幕後人員心中永遠的暴君 其暴虐程度以歷代君王作為比喻的話 飛哥毫無疑問的就是 本書康隆的情史皇 對於製作單位設計的單元頗有為詞 對於外景拍攝的節目內容 正是不願配合 為了推陳出新製作單位 只好出此下策 建議通開來打開飛哥 休閒生活的黑盒子 希望能藉此單元 讓觀眾能夠了解飛哥最真實的一面 眼看著目標就在前面 看著工作人員臉上惶恐的表情 內心忐忑不安 生怕不請自來的舉動 會引起飛哥一陣的爛罵 在工作人員內心的交戰之後 終於鼓足了勇氣 對飛哥進行了這項偷拍的突襲任務 而且穿着步驟後 只好 您的作品 令人爛死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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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来玩也不是工作对不对 对啊 对 不要害得跟这么多 这么一样 我们就能到往后面行吧 就是来着就来着拍就拍 这个是私生活 你们这个要跟我们讲 我们这样连庄也没有发现 怎么办 想要跟我们说一说 对不对 来不来了我们就来 我们不要出这个怪招嘛 这样搞了吗 对了我们 我这样怎么拍 你叫我说这怎么拍 经过了制作单位 两个小时的游说 以及小哥苦口婆心的协调 现场紧张的气氛 却丝毫没有平行 各位观众不难发现 飞哥的眉头还是皱的 到底今天的偷拍任务 能不能顺利地达成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来五四三好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一段 巨星的背后 就是一个巨星 还是我们演艺界的一个有知名度很高的人 他的私生活要做一次大公开 那么这个计划 本人已经是计划了很久 所以今天特别率领制作单位 我们到了一个从我做起 看我平常是到底是做什么 各位你看我的装备 就知道说玩要玩出一个样子 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在看这些装备 大家就知道 我就是要来钓鱼了 如果说到钓鱼呢 这不是我炒肚子 因为时间的问题 你如果说真的有两三天假日 到北海去钓鱼 海边 如果没时间要怎样呢 手会钓鱼 这样就来钓鱼池钓鱼 但是我很艱苦的一个所谓 就是我如果要去出来钓鱼 一般台北市附近 北二高两条旁边 我都没法到头去 因为那些头发如果看到我 主动就拿五百块出来 说张辉先生 不好意思 这五百块给你 拜托你去百块钓 因为我五百块钓到 每次都七八十月起来 那些头发都了钱了事了 我今天 这个 张辉先生 张辉先生有收多少钱 要拿五百块给我 今天不用了 你现在才准备一千块 你这明明是跟我吐槽 我刚才才说 我来来钓鱼你的五百块 你没有 你没有听到我的名字 我没有拿到张辉 很有名的 鲁麻烦 不是鲁麻烦 全面在钓鲁麻烦 鲁麻烦 以前我在二帝那边 给鱼仔烦 全面钓鱼仔烦 这样你知道吗 这样你没什么事了 没有 我也是要一千 我做生理人 六十小钱 好 不好意思 你给我记住 一千块钓多少 三点钟 三点钟 是不是 一千块 一千块 我不知道 不用了 不用了 三点钟 终完 可以还服务吗 不行 我帮你吃鱼 买买才有分手带不论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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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繞給這個人 既然休假已經變成工作了 那不可以 這個節目也不是我一個人在做 把我把費玉清、空鏘 不可以讓他們在家裡在泡茶 都給我叫出來 還沒上妝 還沒有化妝 化妝室啊 我... 看了沒有 這個都是臨時被徵召的 讓各位看一看 孔鏘平常不化妝的時候 是什麼德行 睡不睡到四、五點不起床的 這是我最誠樸的一面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浪漫跟純真 好了不要再拍特寫了 我的神奇釣竿 什麼叫神奇釣竿 今天會讓各位 大快賭魚一方 到菜市場去買的 菜市場去買的 菜市場賣 我不是在湊大人幫你包...補證 如果這塊釣魚 我頭給它拿起來 給你們吃魚的人坐 大家都有聽到 我今天昨天要釣魚一些 吃看看 拜託順便把我釣兩斤拉起來 拜託 鵝 鵝 開始工作 不是來休閒的 來 拿出我的神奇釣竿出來 鵝鵝已經到場 而傳聞與飛哥 早就冒離神河的小哥 在漁場的另一邊 又在幹些什麼樣的勾當呢 三隻都在浮帶 看到沒有 中間這一隻 今天剛剛浮出來 我還看到蛋殼一個個裂掉 來... 它有一個母性要保護 你看 你看 剛剛出蛋殼 毛財剛剛乾掉了 還有意思 三隻都在浮帶 好好好 這隻也在浮帶 這隻在浮帶 小微掀開了一下 好幾次 來... 哎呀 有意思 有意思 真的感覺到生生不息 這麼小的體積的一個動物 它會懂得生兒育女 還會自己來孵化 這是天性 還有意思 我們看到了飛哥 已經如離大敵似的 穿起了膠鞋跟救生衣 不過飛哥 你也太誇張了吧 現在是在釣魚池 可不是在船上 用不著這麼 看看其他的釣客 人家一件漢衫 一條短褲 加上一雙拖鞋 還不是一樣 照樣滿載而歸嗎 欸 孩子 不要碰到人 等一下 那怎麼摔 他在這裡 是釣魚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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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這些動作 都不是我在做的 我有助理在幫我弄的 有助理在幫我弄的 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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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多久在這個山 水圈拿出來 然後把這個看 對 一定忘記了 他會再打著他 有一種是活耳 他居然 那個耳在水裡面油 然後要慢慢的吸 再放在一起 油來油起 這個耳始終保持在動態中 現在這樣最容易釣到 大魚專門使用 告訴我 他們給我們想要釣魚 我是很難 因為釣魚講究的是裝備 裝備 你看看 牌子我給他按住了 牌子不能做廣告 我這一整隻竿子 這個捲線器 這都是完全日本人口 而且是人家特別幫我送過來的 它的捲線器 它的這個 非常的輕巧 而且它的拉近很大 土線的時間夠 土線時間 有不 這個想要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這是我的秘密武器 他們不知道 台灣的人 有釣魚的人就知道 像這個竿子 你看看 伸縮兩截式 有不 大家看看 兩截式 很多釣客 善盡的錢財 就想買到像我這樣子伸縮 真的 對不起 只瞧我講 真的 我現在是說真的 這個竿子 為什麼 你甩出去的時候 你種魚的時候 拉開它這個竿子的彈性 馬上可以加上 差不多 可以加重到 差不多六十磅左右的力量 因為竿子生長 那你平常如果生長 竿子很重 在地方變得很重 很重的時候 難得 多少人夢寐以求 看到我這竿子出價給我買 上次那個 跟那個衛安婦一起在賣那個古董的時候 其實 除了這一隻 我都沒有賣 我跟你講 所以今天他們的成績決定釣不過 因為它這個魚池的深度 跟你的裝備都有很大的關係 再來就是眼力 眼睛 眼睛 要進來 看得很清楚 你才有辦法釣得好 還要加上經驗 有的魚吃啊 吃耳 吃一點點 吃一點點 就腿出來 你笑得比較慢 我就沒有了 今天不是開玩笑 我一定是 不然怎麼當老大呢 對不對 繼續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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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完全不吃耶 這個有差 而滴答聲 一分一秒的過去 到底今天三人的成績 又是如何呢 唉唷 欸呀 唉唷 欸 鞠 對 剩下 超髒頭的溫度 ди 欸 唉唷 studies 你小心喔 唉唷 唉唷 恭喜恭喜 抽獻的 這條是桶鴨桶 自己跳出來 真不好意思 這位就算是鴨鴨 丟到就苦花 不簡單 馬上清真讓您吃 真的自己跳來 那當然 不用懷疑 小哥在旁邊唱歌 他就來了 很奇怪 你丟魚 這樣就有辦法丟一丟 都不用什麼裝備 都不用 都不用 很奇怪 不然像你老先生 又穿個救生衣 裝備這麼好 到現在還沒丟一丟 我只需要一雙丁鞋 我就來了 讚讚讚 待會怎麼處理好呢 不是怎麼處理 一條怎麼處理 工作人員這麼多 要比賽 要比賽 一條算什麼 釣到十一點 看誰釣得多 試試看 繼續 好 這隻有夠大 不要再見了 這隻有夠大 這隻 這隻真的夠大 老公 老公你去撈魚了 這隻有 Bri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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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目測就是要比孔彆耳還大 哈哈哈哈 我真的比我還大 哈哈 啊 怎麼掉到雨會這麼興奮 欸 小年來叫我的戰利品沙船的看 這叫什麼紅族啊 哇塞 紅族耶 哇靠你啊 我要唱一首歌了 誰敢哪會吃不公平 欸 為什麼我們體積差那麼多呢 唉唷 絕了 快去炫一下 哇 你炒整個 北哥 欸 紅族耶 紅族我看過了 這是算... 算說紅族裡面算很碎的一塊 算說很碎的一塊 喔喔喔喔 這是紅族喔 這紅族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紅族是怎麼吃法比較好 喔 這個紅族不得了 紅族啦 最好吃的就是用水來吃 我跟青褲了 來 鬆綁啊 好 喔 喔 欸 嘿 嘿 嘿 大哥 欸 肚子餓 怎麼辦 喔 對 這個呢 魚啊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釣了這麼多條 但是呢 這個呢 這個還是要想辦法解決問題 那乾脆這個剛才釣到的魚 一隻用清蒸 一隻乾煎 一隻在這個撒西米 我現在繼續 你們放心 我現在就去叫它弄魚 好 保證一頓豐富的晚餐 馬上就來了 有勞大哥 我在我後面不能講我的壞話 好 不是講的 清蒸鱸魚嗎 這就是清蒸鱸魚麵 這個麵條整個都是用鱸魚的肉 來到這裡還想吃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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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撅開… 你等一下 喔… 撅開… 騙我就是這樣 騙我… 欸… 那你照著 快來… 要有… 那… 那… 耶… 耶… 蛤… 什麼 又是小的 撻西米 這明明是給我拍看嘛 這是… 你明明是… 你幹嘛這樣… 所以說啊… 不能偏… 我腳我不成熟 阿姨晚上要吞吞吞的… 你的麵呢 我的麵還在… 我的麵還在 老闆 又泡起碼來啦 這就是… 騙人的後果啊 不是騙人 什麼清蒸鱸魚麵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吊起來都是小隻的 這就是看技術啦 像我們等的比較久的呢 就是比較… 上來會比較大 我是這樣… 像這樣啊 整棵賣掉啦 我告訴你 我這樣就是這樣啦 這算什麼嘛… 聽說等越久的魚越大是喔… 那大家拭目一下… 運動的… 哇唷… 這埋子呀… 這 Teams會浮掉來然猜新米的菜 中殘化… 現在名喔… 看起來這隻魚喔… 我們的咖遠也給虹墻做、告必away了 怕死、明以食為天 要恆練物理維經 一粗一飯 當時來之不易… NFL 我不是不會卸掉,我只是太興奮了 空鏘太臭 這碗麵放我 請給空鏘 空鏘有生榜 老闆娘 空鏘,我吃這碗麵 你不要找一碗魚都捨不得 你放在這裡 不好意思,大哥 涼麵 剛才對啊,這個是獎勵 抱歉,抱歉 剛剛那個是涼麵 剛剛那包是涼麵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色澤怎麼那麼奇怪 放在這裡,腰是人家吃的,抱歉 今天是獎豬肉 像這樣子走出戶外,你次數多不對 還真是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兩個月它也沒有一次 今天雖然我們的情況是被半推半救 感想如何 還滿快樂的這樣子 今天雖然釣了魚 上來的數量雖然不多 但是那種感覺滿舒服的,滿愉快的 對,我們整天在這個工作的路上 徘徊在那些幾個點上 都沒有想到為自己來釋放一下 這個飛哥有的時候 雖然有一點半強過 但是他的用意啊 是帶我們出來看看 吹吹風的陽光下 從黃昏掉到這樣 這會成長滿天星斗 真的是我想在都會的生活裡面 這種機會應該自己常常培養 這非常難得 對,改回我想大家這樣子 引誘之下 將來我們又會在這個 都市的水泥叢林生活裡 又可以補出一種 生活的一些真諦 尤其要往戶外走走 大家也不管像我們一樣 而且大哥還有其他很多好的事 是,是 要到沙灘上去玩啊 又是什麼什麼什麼 海邊的一種 海上的活動非常的多 又要跟著它一塊玩 是,是,是 自從這個交友的精神 大家互相來感染一下 相信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大家都認為 演藝人員的休閒生活 必定是奢侈浮華 紙醉精迷的 但是經由外景人員 隨著飛哥一行三人 帶領我們走出都市叢林 來到充滿原始風味的海調休閒 我們不難發現 其實他們的休閒活動 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甚至比我們更多了一份 難得的閒情雅致呢 您說是嗎 謝謝 谢谢大家